爱情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角逐 在男追女的时候 自然会都以女方为世界中心 然而当女方开始全面沦陷 死心塌地 孤注一掷地 围着男人转的时候 她的痴心和真情 就开始变得不值钱了 最近一年 阿萨与男友同框的次数并不多 特别是过去三个月 处于休息状态的阿萨三次与家人 闺蜜出国旅游 所有行程都不见男友石横葱身影 二人分手传闻有迹可学 就在昨日娱乐圈 突然传来一条消息之指 阿萨与蔡卓妍向媒体承认 自己和相恋六年的 百亿麻将馆太子男友石横葱分手了 分开了一段时间 不是第三者 也没有吵架 我们还是好好的朋友 那分手肯定有点问题 不过这些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 不需要和人家交代的 谢谢大家关心 听到阿萨这番分手宣言 我在感到惋惜的同时 又觉得一切尽在意料之内 其中惋惜的是 阿萨好不容易 找到了石横葱这个城中损盘 本以为可以做定力六 嫁入豪门 却终极还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没错 说到石横葱其人 我们曾经在之前的报道中 多次提及过 他之所以有百亿麻将馆太子爷的称号 其实是因为他的爷爷石建辉 曾经是四大华探长 李勒身边的红人 由于李勒曾经是一位巨贪 所以石建辉在职期间也锁到不少油水 乃至于他在年轻轻轻34岁就可以退休创办瑞星麻将馆 还买下不少油坚望物业 摘下麻将大王的称号 而在爷爷趁着乱世绝金自有方之下 石家经过三代的财富积累 早已守得一个稳健的小金库 乃至于到石横葱这一代 他才30多岁就可以负责家族生意 个人资产超过1亿港元 也难怪阿扫在2017年6月份 被记者断正与石横葱 甜蜜约会 同屋过夜之后 马上就大方回应恋情 并用接下来6年的时间 放弃个人事业的发展 专心经营这份来至不易的缘分 不仅仅对男友体贴入微 温柔备质 还努力融入世家 动用自己在娱乐圈中 经营多年锻炼回来的高情商 与石横葱妹妹石佩兰 结为好友 相交甚度 甚至还高调地为石横葱父亲庆祝生日 既然阿扫的功力用到这个份上 不管是旁观者还是他本人 都想当然地觉得这场豪门功课战 必定是赢稳了 但很可惜 阿扫千算万算 还是算漏了一个因素 那就是石横葱这个太子爷 自身的不确定性 没错 世间百态 大凡人与世都有两面性 其中利与弼都是并存的 就拿石横葱来说 RSA看中他年轻帅气 家里有矿 不需要像大部分 没有伞的孩子一样 必须埋头奔跑 纵然转了金山银山 却压根抽不出时间赔另一半 但他却忽略了一点 正因为石横葱有钱有时间 他也可以慷慨大方的 将自己的金钱和时间 花在其他女人身上 这不 其实在还没请定阿扫之前 石横葱就是香港 名流界出名的女性杀手 他年轻时候一直都有 喜爱夜仆的习惯 曾经嚎追道道沉静 日本嫩摩田带麻衣等等 为了追女星 石横葱从来都 不计成本 出手阔绰 不仅去夜店酒水全包 车尾箱还长期放满了 名牌手带和手机 随时送礼物 领女 不过五角的雀载 也有圈鸟知返的一刻 第一位令石横葱肯定下来 认认真真拍拖的女明星 是莲诗雅 皆因石公子从2014年开始 就与莲诗雅拍拖 当时是一个孩 带着妈妈 一起搬入南方豪花五万 租给母女两人的 比架山豪宅居住 兼出入有司机接送 只是石横葱与莲诗雅 几经分合 最终还是彻底分手了 后来在无缝对街上 RSA蔡卓妍 所以回顾石横葱 那些风流运势之后 相信大家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会说 阿扫分手是意料之内了 皆因石公子和RSA两人 是完完全全的信息不对称 阿扫早已是对方为结婚对象 但他似乎也明白 不能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男人身上 所以他在若干年做了两次动卵手术 不让生育时间束缚自己 也不强迫南方步入婚姻 RSA这边总有一厢情愿的迷之自信 我比莲诗雅更有名气有地位 既然连施雅可以令他定下心来 那么我更可以彻底拿下他 然而相比起阿扫的自信满满 石横葱的想法却是另一回事 他再有名气和地位又如何 还不是结过婚 年纪又大的女人 我肯安分地和他拍六年拖 已经是凯恩 真正讲性价比 我还不如找更年轻貌美的小妹妹 尽管性价比这个想法很渣男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残酷现实就是 有钱的男人却持有更大的选择权 所以石公子并没有为RSA放弃整片森林 而是继续心圆一马 和其他女孩子眉来眼去 这不在RSA承认分手之后 马上就有媒体曝光 两人分手的导火线 是石横葱和圈中一位C小姐过从甚密 至于这位C小姐的身份 有小到消息直指那是 2022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季军梁超姨 还记得梁超姨去年当选的时候 被港媒称为翻版孙一珍 但只要大家细心对比就会发现 其实梁超姨的样子 更像年轻版的阿萨 想来男人都是这个德性 他是喜欢你 但却永远都喜欢20多岁的你 而面对男友竟然对一位 年轻版的自己感兴趣 RSA其实也尝试过 宣誓主权拯救爱情 没错就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向来对爱情低调处理 从不晒命的阿萨 突然秀出自己穿着浴衣 躺在酒店浴缸的照片 虽然在这张照片后面 阿萨特意强调是和闺蜜同行 但此地无银三百两 浴室的全身镜却反射出一位 穿着白色T-shirt男子的身影 当时很多人都估计 那白色T-shirt的身影 正是阿萨的男朋友石横聪 两人似乎正在共度春宵 但可惜的是在暗戳戳的宣誓主权 也架不住变了新的男人 就像泼出去的水 还有那些热情如火的酒时候小妹妹 也不知当中出现了什么情况 令到RSA彻底死心 不得不忍痛割舍这份情 放弃这六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切 所以现在再回看 阿萨在文章一开头那段 分手声明中的那句没有第三者 大家是否品出了一丝苦涩在心头呢 没错 现在很明显就是 石公子确实有问题 而早就已经知道 男友不对劲的嫂妹 在思前想后之后 决定趁着南方卫被爆出 不堪的透视新闻之际 赶紧展览分手 只为保存彼此的颜面 留给自己一份体面 不过RSA吃下了委屈 自然会有人帮他出气 而小道消息之所以爆出 石公子勾搭上依次港姐冠军的C小姐 很明显正是他背后的 英皇公司故意放料 为他出一口恶气的做法 不过旁人再用力去帮忙出气 也无法挽回RSA白白浪费的六年青春 所以看到这里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唏嘘感慨 早知SA妹这场恋爱的结局如此 倒不如像吴若曦那样 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 就通过生儿育女来嫁入豪门 又或者学连施雅那样 放低标准 找一位小生潜力股 又或者干脆就不靠男人不结婚 一个人更潇洒 总好过现在这样子 被一个渣男伤害后 还要小心翼翼地保存颜面 各位别说有早知无企儿 就算真有早知 缘分都会阴差阳错的江阿嫂 拉上同样的道路 皆因嫂妹并没有恋爱脑 她一辈子都在 追求物质生活的稳健安全感 她依附英皇 捆绑Twins就是不想承受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风险 她年轻时和正中级结婚 也是看重对方家族势力雄厚 若然不是在事业上升期 被媒体替报已婚 最终选择了事业 两人很有可能不会离婚 直到后来遇到石横聪 也是被石公子的 多金颜值高所吸引 乃至于高富帅的特质 已经大于花线的缺点 所以在事业爱情这条路上 SA妹心中其实一直都有一道数学体 在这道数学体里 她已经计算好所有得失 甚至忽觉得自己用尽十成功力 来周旋十家众人就能收复 石横聪这位有言有钱的花花公子 只是过于理性的计算 却让RSA在爱情这条路上 走得有点无趣 甚至忽忽略了一些感性的东西 皆因爱情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不是京城所至就能今时为开 更不会努力付出就有收获 爱情是讲feeling和timing的 在江山一改本性难移之下 感觉和时间都未到对的点子上 再多的京城所至都是白搭啊 蔡卓妍的分手声明中 并未透露他们分手的具体时间 但可以看出 他们已经分开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内 他们可能进行了深思熟虑 并最终做出了分手的决定 尽管这一决定令人感到遗憾和痛心 但也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 对于这对分手的明星情侣来说 他们的感情故事或许已经结束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不会再有新的开始 每个人都有权利 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 蔡卓妍和石恒聪 或许会在未来的生活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重新开始自己的爱情旅程 进行用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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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